最近娱乐圈真是动荡不安,赵薇被封杀的消息让大家一头雾水,跟不上吃瓜的节奏,至少别的明星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可是赵薇一夜之间作品全部被下架,超话被封,毫无征兆的就突然封杀了。赵薇到底做了什么?为何被封杀呢?来看看赵薇出道几十年,都做过哪些事情就明白了。 赵薇,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在80后90后的眼中,我们就是看着她的剧长大的人。1998年,在《还珠格格》中饰演小燕子一脚一炮而红,成为很多人暑假中必看的剧,是我们的童年记忆,而现在的她是否还是当初那个单纯、善良、活泼的小燕子呢? 凭借《还珠格格》一炮而红后的赵薇,也很快被众人所熟知。她的事业得到了飞跃一般的改善,演的剧也越来越多。 2000年拍摄的《情深深雨萌萌》,是赵薇和琼瑶又一次合作,赵薇的事业再次走上了巅峰,而她并不甘于做演员。 自己开始做导演,制作演示剧,成立自己的公司《龙微缠媒》。她的野心可不止这些,赵薇还持多家上市公司股份,可见赵薇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当年《还珠格格》爆火以后,赵薇也是以夜间红遍了大江南北,各种综艺节目上演不断。 直到现在,只要提到小燕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赵薇,不知道是不是走红之后的赵薇开始飘飘然,为所欲为,之后便被爆出了君旗庄事件。 这是赵薇当年为某杂志拍摄的封面,照片中的赵薇披着一块续日方巾,上面还写着健康、卫生等字样。 照片一经曝光,就引起了渲染大波,而赵薇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更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给赵薇写了一封公开信。 而赵薇随后也公开进行了道歉,称对历史文化欠缺,从此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导致后来赵薇在某次活动中直接被台下的观众颇奋。 虽然说赵薇称自己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接下来的事情里,赵薇所做的一切似乎被自己打脸,不但没有注意自己的言行,反倒是更加狂妄。 被赵薇殴打的这个孕妇不是别人,这是当年君旗庄事件的杂志主编邹雪。 赵薇为何会对邹雪下手呢?原来君旗庄事件之后,作为杂志主编的邹雪,因为过错而引就辞职。 本来犯错了承担责任也是应该的,可是赵薇却觉得自己连累了邹雪,所以后来海出前和邹雪一起开了一家酒吧。 可是后来酒吧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而邹雪没有了踪影。 本来有些同情邹雪的赵薇,此时联想到之前一连串事情,突然觉得邹雪在陷害自己,于是带着司机,找到了正怀着身孕的邹雪。 赵薇,司机对邹雪殴打之后扬城而去,而赵薇还给邹雪发了一条信息,真遗憾。 虽然最后司机承担了责任,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与赵薇脱不了关系。 所以赵薇再次被推向了娱乐的风口浪尖,人设早已面临帮塌。 虽然赵薇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些负面新闻,但是似乎并没有影响她的视野。 当年赵薇的电影《至青春爆火》,使得她成功从演员升级成为导演。 后来赵薇又计划拍摄电影《没有别的爱》。 可是大家却发现,赵薇启用的演员中,竟然有台独演员戴利仁。 关键是戴利仁出演的还是男主角? 除此之外,演员中还有曾经给辱华视频点赞的日本演员水源西子。 当时很多网友给赵薇留言,希望她能够换掉演员。 可是赵薇不但不听,还与网友互怼,甚至还晒出了与代理人的合照。 实在是让人气愤。 眼看着事情越来越发酵,而且此时的赵薇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最后不得已换掉了两位演员。 但是这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上映。 说实话,挺佩服赵薇在娱乐圈的实力的,别的明星因为一件事就被彻底封杀, 而赵薇做了这么多的恶事,不但没有被封杀,反倒是风生水起了。 包括接下来这件事,割股民韭菜。 赵薇在嫁给丈夫黄有龙之后,开始混迹商业圈, 还曾经被大家称为女版巴菲特。 但是在2017年,赵薇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以空壳公司收购净类市值高达100亿元的上市公司万家文化, 最后导致重的股民损失惨重,血本无归, 而赵薇夫妇却空手套白狼,赚了几十亿。 最终,赵薇和黄有龙被判罚款60万元及五年证券市场庆数, 赚了几十亿才罚款几十万,对于赵薇来说或许只是猫猫语吧。 不过,更可笑的是,事情曝光后,马云竟然称和赵薇不熟, 两人就见过几次面而已,很多人不明白张志涵事件和赵薇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张志涵是赵薇旗下的艺人, 而且张志涵的事件是发生在2018年, 只不过2021年才被曝光而已。 虽说张志涵有可能是个人行为, 但是作为老板的赵薇在事件曝光之后却没有出来澄清, 所以赵薇的立场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最重要的是,本来赵薇的君起庄事件大家都已经遗忘了, 可是张志涵事件曝光后,作为老板的赵薇, 之前的事件又被网友扒了出来。 所以说,赵薇受张志涵牵连也是有可能的。 出道28年,虽然说赵薇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 但是生活中的她也是劣迹斑斑, 有了这么多劣迹还不被封杀, 还要得益于赵薇强大的人脉, 以及以前网络的不发达。 如今娱乐圈掩打, 想要和之前一样做了措施通过公关就可以解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近日,还有很多消息称赵薇已经跑路, 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而且近日赵薇还发文暗示自己在国内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最好的季节,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 就好像自己从未长大过真好。 从发文中可以看出赵薇虽然已经被封杀, 但是还没有网上传得那么严重。 至于赵薇因为什么原因被封杀, 网上也是众说分吟。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如今的赵薇早就不是刚出道的那个时候清纯可爱的小燕子, 她所做的恶事远远大于大家的想象, 希望娱乐圈的明星们能够严于律己, 作为公众人物给大家带来的真能量。 任何越过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2021年8月26日, 赵薇的超花背禁, 被还猪格格、花皮2、虎爸猫妈等多被影视剧除名,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爱奇艺也下架了赵薇相关词条和视频, 显示内容是不符合法律相关的政策规定, 有不少网友怀疑赵薇发生了什么,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似乎嗅到了大瓜, 并调侃到原来荣莫莫才是好人, 扎得全是坏人。 俗话说, 树打招风, 人红是非多, 赵薇的黑料也是层层辈出, 有些人可能只知道赵薇穿日本军旗事件, 觉得他被清算小题大做了, 但赵薇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2014年, 欧打孕妇登上热搜, 非法囚禁, 操纵股市做小三, 网传万惠事件热度很高, 但不知为何, 热度很快就降了下来。 赵薇主导害死无乐水, 甚至把粉丝孩子取名无乐水, 有网友怀疑为的是不让无乐水投胎。 在一档采访中, 主持人让赵薇说出自己的一个秘密, 而他却认为自己杀过人。 他的回答令网友惊叹不已, 他的回答是真实, 还是故作玄契制作的话题。 如若是真的, 那他为何没被相当机关所调查处理? 是他背后他们在操纵着, 还是话题又被隐盖了呢? 有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 苍蝇不定无风淡, 所有的话题都可能是因为真实性的存在, 不能完全否定一个事物的存在, 也不能完全深信其中。 如今, 赵薇的事件又浮现于网络, 现抄花被关, 微博被禁, 演员剧被除名, 被下架。 自由网友表示, 此次的处理不是因为之前的事件, 怀疑有了新瓜。 最后站在王牌的顶端理智吃瓜吧。